好 说到小吃 台南有这么一家葱油饼摊 那么它的口味非常多元 除了葱油之外 还有三杯鸡 香肠以及起司口味 而小小的一间店呢 没有招牌 靠的是顾客口味相传 像这种无名的葱油饼店 还有另外一家 主打的是用料实在 这些小摊位呢 靠着这个真材实料 不靠广告 生意依旧兴隆 三杯鸡拌着九层塔 在烤盘上煎的香味四溢 接着放在铺满青菜的饼皮上 包成葱油饼卷 光看就让人口水直流 吃过都赞不绝口 这家小小的葱油饼摊 不用招牌 光靠老主顾口耳相传 生意就好到下下叫 从左到右的口味 依序是起司 猪柳和香肠 创意 美味都兼具 像我们做的葱拉饼 然后都比较吸引年轻人的口味 为在台南上画的这家葱油饼摊 从外观看虽然简单不起眼 但特别的是摊位上这些琳琅满目的口味 都是老板自己研发的 而其实这样的无名扫店 在台南不止一家 蛋黄打的发泡 淋上铁盘 放上QQ饼皮和满满生菜 另一家葱油饼摊也是用料毫不手软 顾客就爱澎湃的这一位 老板娘大把加青菜 就是要让外食族吃葱饼也能吃到健康 这些无名葱饼摊 不用浮华招牌 靠着真材实料 顾客依旧上门 今天就来观看陈文杰台南报道